再回到你不曾离开的那个瞬间 如果说再留恋 也不能换回了时间 我该如何度过想你的季节 真的要谢谢你 没关系 你只是脱水而已 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是你要记得平时多注意营养 真的不好意思 总是给你添麻烦 不用客气 顺手帮忙而已 我还是要说 今天如果没有你 我又没有钱包 又没有人接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还借给我这些钱 对了 把你手机号给我一下 我可以打给你 或者你打给我 我转钱给你 不用 你快回家休息吧 这个是我的名字 还有我的手机号码 我会还钱给你的 你收下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 真的感谢你 拜拜 贾勒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不赶紧去找那个人 我给他打电话了 他不接呀 再说我又不知道他住哪儿 我问小招去 你 那 你说你这么一个堂堂大堂经理 这衣服穿的 是 我是爸的亲儿子 爸能不疼我吗 老婆 我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一会儿就开餐了 准备下午生意吧 爸 儿子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腿怎么就软了呢 明天爸给你装服药 好好服务啊 谢谢爸 你好 你在干吗 这房间东西都已经放太久了 这是义轩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碰 你也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主人的东西 就是垃圾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 就算你像个疯子一样 把别人的孩子当作义轩 把这整间屋子 塞满义轩的东西 他也是不会回来的 他已经死了 义轩三年前就死了 如果你硬要把义轩的东西 拿走 那我也活不下去 就是要把他们弄走 所以你才可以活下来 我也是 义轩 义轩 这可是义轩最喜欢的 这是义轩最喜欢的 他知道雷丁 你很难过 三年前你守着这个房子 寸步不离 三年后你还在折磨自己 最伤心的不是谁 是义轩的 你给我滚 你去安心找他走吧 我求求你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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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做CT的话 这小孩的外伤 他是扛不住的 有什么我来负责 是我太自大了 都是我的错 你现在走出去 告诉所有的人 这都是你的失误 然后脱下你的白大褂 跪在地上认错 这个孩子就能活过来吗 一百桥 却云 没有反应 两百桥 还是没有反应 三百桥 陆医生 我是三百桥 三百桥 患者的呼吸和脉搏 消失了 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个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 心脏和大动脉 已经破裂了 不是的 是我还死了他 作为一个医生 除去要有救死 服伤的善心 还要必须 有勇气面对患者的死亡 如果你连这一点 都克服不了的话 你就不配穿这支衣裳 又一整天不说话 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来我这里装哑巴 来 陪我喝一杯吧 你 今晚就在这儿顾夜吧 我该回家了 就算跟太太吵架被赶出来 也要坚持回家过夜吗 走了 我 这个是谁的家那么漂亮啊 我 我们家呀 这个房子里有爸爸 妈妈 还有我 咱们三个永远永远在一起 妈妈你喜欢吗 妈妈好喜欢啊 妈妈 一轩 妈妈是不是 让你觉得好累啊 妈妈一直抓着你不放 只能让你很辛苦吗 妈妈不想让你难过 好 依萱 妈妈 妈妈想要放手 妈妈真的好爱你 对不起 依萱 小可爱 小嘟嘟 乖乖乖 小嘟嘟 乖乖 咱们给寺庙生个小弟弟吧 为什么 看着他我就嫌弃寺庙小肉球的时候 太可爱了 那 如果要是真有一个儿子 你会怎么样啊 当然好了 儿女双拳 就更圆满了 如果能像你这么可爱 你就更好了 对了 今天我在市场上碰到周琳娜了 就是在咱们店里当服务员的女生 你 你怎么碰到她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你干嘛一惊一乍啊 不是 她那个当时走之前管我借了点钱 她也是遇到难处了 算了 不说了 来 让我帮帮 放你一秒去好不好啊 走啦 哎呀 你就饭了 下饭了 喝不喝 妈 晴天姐还不知道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给你带来了麻烦 我得难过死 咱们的宝宝还好吗 我很想他 更想你 你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也没来上班 我签的合约里 好像只有给李震东董事长 做手术的工作 现在李董说 除了你任何人都不相信 而且点名要你当他的主治医生 接下来都是常规的治疗和检查 咱们科的那些医生 都可以做得到 就这样了 这边信号不好 回头再跟你联系 上次给你开的药都吃了吧 吃了 你开的药都吃了 让我再看看 来 这位医生啊 他年纪大了 视力不好了 恐怕脑子也不好了 还是去我那儿看比较保险 你呢 这 许医生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再来你这儿啊 不好意思 乔医生 那你 我有死去 也先走了啊 我也有死去 我也先走了 这上次疼的 在学生上看了好久自己疼好 你不在心呢 你不在心呢 咱们都开一个小兔崽子 那你不行啊 宋总 既然手术已经成功了 您觉着 还有必要让陆阳担任她的主治医生呢 就是因为成功了 所以只能用她 董事长不相信眼里看不到的东西 她现在人在哪儿 是 每次打开这扇门 我都幻想着 能再次看到义轩的笑脸 就好像那些可怕的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 三年前你守着这个房子寸不无理 三年后你还在折磨自己 你最伤心的是谁 是义轩哪 你就安心让她走吧 我求求你了 我一直紧紧抓着回忆不放 沉溺于那些逝去的美好 却给这个家 给乔治 带来了那么多痛苦 也许 我真的应该试着放下了 义轩 你一定会帮妈妈的 对吗 来来来来 拿着啊 好 谢谢啊 来尝尝看看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看来我找对地方了 如你所见 在座膳事 调查到你的行踪 所以就投其所好 来 你至于吗 国内比我优秀的医生多得是 董事长想要的只有一个人 所以董事长想要的你都会做到是吗 只要不违法 好啊 有些人想花钱我就不拦你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绝对不会 我现在是非常有诚意请你回来 徐教授 宋乔植 你好 您曾经是国内 顶级医科大学的教授 一直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非常尊敬您 照查得这么仔细啊 你怎么知道的 来的路上 收到资料才知道 准确地说 我尊敬您快三个小时了 我喜欢你 你都送了些什么东西啊 这些都是平时预防生病时必须的药品 让我看看 板栏根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这么多 妈 您回来了 嗯 我包了您最喜欢的火腿鲜笋汤 您要现在喝吗 还是等一会儿吧 我刚才正在忙着整理易轩的房间 从今天开始 我想要努力地迎接新的成员 好啊 你有这个想法很好 那我先去忙了 您好好休息 之前你盯住过我 王女士的所有检查报告 首先递交给你 但是 根据这两天的检查报告 我的判断是乱造功能异常 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排暖 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排暖异常 需要他亲自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所以 是否应该告知他们 说话可要算数啊 谁先倒在这张桌子上谁就算输 输的那个人可要听赢的 我就等你这句话 来 你输定了 小心 那 谢谢啊 我来 应该的 辛苦了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 他怎么会喝成这样呢 这身体不是搞坏完了吗 他以前从来不这样啊 可能有应酬所以才喝多了吧 自己的男人 秦燕在外面喝闷酒瞎应酬 都不想回家 难道你这个做媳妇的 不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吗 对不起 妈 都是因为你啊 喝成这个样子 让我被妈骂 结婚这么多年了 都没看你这么烂嘴过 谁碰 是你 是你 让我透不过气 是你 让我 让我透不过气 是你 是你让我透不过气 让我透不过气 对 胃好一点了吗 你昨天说得没错 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也应该放下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努力改变 把衣服换了吧 早餐在下面 是醒酒汤吗 是醒酒汤吗 一起吃饭吧 让你们担心了 抱歉 工作难免有应酬 但像昨天晚上那样 一身酒气烂七八糟的样子 我看一次就够了 知道了 对了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汤 感觉怎么样 对了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对了 妈 如果你不嫌弃我笨手笨脚的话 我想去你工作室学习一下 您觉得怎么样啊 你今天还是跟我一起去 何医生那儿复诊吧 今天 但是我的药还没吃完呢 杨秘书 张总 去准备佳琳去医院的衣服 是 妈 吃饭呢 妈 今天为什么是你陪我来啊 是不是医生那边有什么事情 所以让你不放心啊 妈 如果有什么问题 医生会告诉咱们的 你现在胡思乱想有什么用 是不是 快一点别让医生等我了 快 来 目前董事会那边没有什么动静 哪敢有什么动静啊 现在以为我要死了 现在看着我活得好好的 哪敢庆祝王东 也不要逼得太急 说不定会烦恼你一口 我会注意的 董事长关于陆博士 他恐怕是不会来的 对不起 怎么 你还不知道吗 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 在医院的时候不要谈工作的事 看来我得换一个主治大夫了 这管得也太多了嘛 那我感激不尽了 注意您答应过我的 注意您的饮食睡眠多运动 看到没有 在他眼里 我哪里是什么董事长 根本就是个糟老头子嘛 住在医院的都是患者 你想要当董事长 出院了再说吧 陆博士 注意你的言辞 随他去吧 我就是欣赏他这份胆量 所以才想找他为你去的 瞧您说的 我可没答应过 你呀 就是这个硬骨头 对了 事先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小子 从小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我看一下 头还疼吗 今天早上有一点 不过现在好多了 那您多休息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什么 你说照片的事啊 我是不是拍得特别棒 我现在终于知道董事长 为什么非要指定你了 还有你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李董事长他只是我的一个长辈 他现在又是我的患者 仅此而已 董事长不是这么想的 董事长他怎么想的跟我没有关系 而且这也不是你宋乔植能够干涉的事 我还很忙 告辞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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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兔崽子买的车 对啊 现在你的愿望实现了 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老婆 谢谢 晴天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的存款 什么 你用你所有的存款 给这混账东西买车 你傻不傻呀你啊 就这玩意儿 给他买辆自行车都多余 去去去 把车给我推了 别人吧 怎么了 我给我老公买辆车不行吗 晴天 你在店里没日没夜地干活 连件衣服都不舍得给自己买 你舍得给他买车 是啊 是啊 你说你把你所有的积蓄 你都花了 你这为什么呀 爸 妈 这辆车其实不全是为了佳乐 我也想开一个帅气新车 带寺庙出去玩 跟别人炫养一下 来 炫一下 我爱你 医生 救命啊 先这样 有事 疼死我了 先生 先生 你这是 我被车撞了 被车撞了 来 我给你检查一下 疼 疼疼疼疼 医生 我这脑袋受这么重伤 会不会死啊 疼啊 疼疼 不够 我听说你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脑外科专家 应该没有问题吧 十六楼 九零六号房 什么 李董市长说我恢复得很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我头好痛啊 头好痛 我还真想把你脑袋打开看看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李子明先生 这样都能让你认出来啊 你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 惊喜 惊不惊喜 喜不习惯 比我昨天回到家的核爆现场 这还算是小事了 你回来前提前给我打电话嘛 我就会把咱们家收拾干净嘛 咱们家 咱们家 那是我家 你可不可以早点去跟你妈自首啊 如果你妈知道你没有去美国 整天躲在我那儿 我们两个会死得很惨啊 所以千万别让我们知道 要不然我们又会失去人生自由 好吧 字里不宜久留 我先撤了 不许告诉任何人我的情统 你要是有空 就去多看看你爸 赶紧死你 拜拜 臭小子 好的副总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公司的心意送达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对了 没我的电话 别让人进去探视啊 好的 这 别看 你打我 我打你 你性骚扰我还弄坏我手机 打你算亲的了 我性骚扰 大傻 以你这种不科学的长相和身材 我并不感兴趣 喂 别走 干吗 开手机 手机是你自己摔摔的跟我 没关系 有事注意 有事注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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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准备了递咖啡因的 你最近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帮我倒咖啡好像不是你的工作吧 有什么话直说 收购计划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医疗基金那边倒是志在必得了 我这边也在到处打听 没想到他们保密工作这么彻底 怎么 有什么内部情报吗 这边的小刀消息 我还是有一些的 杨秘书也在啊 乔治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我们晚点再谈吧 我跟杨秘书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好 那好吧 你们继续聊 帮我关上门 你站在那儿干什么 没有 我想要给乔治倒杯茶 可是晚了一波 妈 从小杨秘书就受您资助 他们读同一所小学和高中试吗 所以呢 没有 我就是觉得乔治对杨秘书比对我还亲 他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杨秘书跟了我十年了 必要的时候在事业上是可以帮到我们乔治的 我明白了 女人的多虑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 女人的多虑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 也许像怨妇一样嫉妒别人 不如花时间去多读几本书 你们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 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不是说累呀 困啊 没时间啊 就说公司有事 你们是谁啊 你们就是我们 谁是我们呢 你跟杨秘书吗 你跟杨秘书可以聊得那么开心 我跟你讲 如果你再不把你的老婆放在眼里的话 我下一次可不会再忍受了 我求求你救救他 不可能他 一生不能死 姐 帮个忙呗 去给我们俩买点啤酒 买两盏香烟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啊 不是嘛 兜里没钱了嘛 江湖救急 我们会谢谢你的啊 是不是想两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 不是 别走啊 让开 走 走 干嘛 我倒想问你们想跟吗 喂 喂 这里有人打架 嗯 优优马特 嗯 谢谢快点啊 尖叫音乐娱乐会所 又歌KTV演艺低霸 这孩子是个混世魔王啊 这名片上只有名字跟电话 连职位都没有 喂 喂 喂 死变态 谁啊 看来你的限量把钱包和你的身份证 不想要了 你谁啊 我钱包怎么在你那儿 以后走路啊 看着眼道 钱包啊 是他自己跑到我脚底下的 和我没关系 骗子 骗子 大婶 想起来了我的大婶 你阴魂不散呢你 废话 要不是看他钱的面子上 我懒得理你 什么钱 手机钱啊 加上精神损失费 我抹零头算你一万吧 我看你呢 住的这个小区 还是很高级的 要不要 我去你家告诉你爸我 你在外面是怎么维飞坐台的呀 怎么敢劳您大驾呢 不就一万块钱吗 我分分钟就给您送过去 赶紧把钱包还给我呗 这样吧 下午来一趟我公司 喂 喂 喂 对不起啊 多怪我 让你受伤了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上次在医院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给你添麻烦 谢谢你 我说你除了谢谢 对不起 线线话之外你会说别的吗 没有 因为你每次碰到我 好像都没有好事情 也就是这样的机会 才能让我健毅勇为 英雄救美啊 谢谢英雄 就说这些 对不起 对了 你也是 一直住在这附近的吗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见过你啊 我最近才搬回来 前几年都在国外 那我们 不就是邻居了吗 对了 这个还你 这 上次在医院的时候 你借过我的车费啊 我都忘了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建议勇为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下次要惹麻烦了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于检测的结果 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你的意思是说 我儿媳妇不能怀孕了吗 以目前的状况 是这样 这件事 对他们打击会很大 还是等我找机会 慢慢跟他们说吧 我明白 对不起 宋乔治先生 你准备好了吗 忘了告诉你 我临时有一件事情要处理 我今天没办法去了 哦 没关系啊 反正我也还在纠结 要穿什么裙子呢 回家再说吧 把设立国内最大的脑肿瘤研究中心作为收购条件 还不够 还不够 没错 现在的主要竞争对手 都盯上这一块 所以 我们需要一个杀手锏 你还有什么王牌吗 人才 最顶级的医疗团队才是一切 比如研究中心的主任 陆阳 陆阳 嗯 他不就是上次给李董事长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吗 也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婿人选哪 女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先从舆论宣传开始 这样 就更有胜算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 没事 这样 我去准备晚餐 你先休息一会儿 在这里吃饭吧 杨 杨慧 对 万小姐 你真的是非常专业 难怪李董能建立这么庞大的商业帝国 原来身边都是你们这样的精英人才啊 您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跟海豚多多合作 我非常放心 等您儿子从斯坦福读完中心理学院回来 李董更是如虎添翼啊 谢谢姚总的关照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吴天多多在哪儿呢 我们家市里本位也太大了吧 这以后啊 少不了我们这些舒伯长辈们 多多提携嘛 哪里哪里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对吧 好了 不打扰你们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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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要去 我先要找找找找找找找 你不是 我赶不去 你不是 还我钱赶紧把 赶紧 子明 还我钱赶紧把 赶紧把费机 赶紧这种费款子 我让你把他入座 妈 妈 吃饱了 怎么才吃这么一点啊 是胃口不好 还是我做的不好吃啊 很好吃 我得先回家了 我知道 无论多晚你都要回家过夜 都要在温馨的家里 吃太太亲手给你准备的晚餐 这是属于宋翘芝先生的原则 是我一千情愿了 谢谢你的晚餐 我约会看电影的对象 终于出现了 我约会看电影的对象 我现在一千情愿意 无论多晚 我都要回家 惊许多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